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论其他期货市场 谈论适合适合我们继续开始 最简单谈论适合市场 金管已连续几天 六十几亿来接港元 港元去了药方兑换保证 港元跌了很多 看新闻也知道为什么 美国加息后 甚至香港加了同业拆息 首先加同业拆息 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当然要升高 否则银行之间借钱也是便宜的 我是米也跟你借 因为美元本身的息率是高了的 第二最大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钱 什么是很多钱 你不过亿也不要说自己有钱 因为过亿在香港仅仅够购买宅 所以你有那么多钱的情况之下 你便可以炒利息套利 我拿美金 拿美金就赚美金的息口 同时沽港元 沽港元就要付港元的息口 因为你要是付利息 借钱沽 如果你有炒开外汇 相信很多 看Sky Finance Channel的 朋友都有炒外汇 特别在旁边 河宝的频道更加多 你便很明白 如果买完炒货币 你便知道要付仓租付息 如果要做套利 现在港元和美元的息 差了0.8-0.9 没有很认真 你做套利即是你持一边套一边 如果汇率长期不移动 基本上香港的汇率没用移动 特别在这段时间 现在做这个动作的人唯一输 就是港元突然间转强 他赚多过他的利息率 因为其实他虽然双差有个距离 但你双减了Handering charge 没那么多 实际上你这个交易是没可能赚0.8 而且你要是一个很大的margin 很大的杠杆去做 即是说他们的风险 如果我假设 如果一路都是在785前后 长期横行 其实这个套利就很抵造 为什么可以减少这个情况 只要香港真正地加次利息 而不是同业差息 加回P 就会令到整体的金融市场 就会有个分叉 所以现在最大的影响是哪 可能很多人说 你赶快去做定息的 即是流月暗期的奉款 否则就会亏 如果你做浮息 定息都会追 追得比 你做浮息的慢一点 你供款相对来说 少一点点 不过反正我们都不是做暗期 就不要说得这么 仔细 你都没想着买楼 这些价格都不是人住的 我导演很同意这个说法 我都觉得不是人住 如果以我 我们赚钱都不少 你看你们赚钱都不少 如果你都觉得 公楼有吃力 我公楼是绝对吃力的 所以 需要大家多些支持 你分享一些 我们的短片的时候 令到我们的收益会增加 就会支持到 因为分享是一种快乐 你又没有失败 你不用cost 我们说回 息来说 其实香港已经加了息 某程度暗息是加了 起码换息是正肖肖的升温 我们经常说美国没有加息 其实也是假的 因为 美国借钱不是看他们的息率 联邦利率是一个参考 真正的息是10年债息 所以回回 其实 美国收息 持美金的成本 持美金的收益 不单是看 flat reserve rate 而是更多看市场的 rate 市场上高 也跟随着10年债息 你知道10年债息早前回落了 但早前到2.8-2.9 即是市场上高 持美金的利息 其实也是 坐多了 这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你不要只看flat 其实加了两三次 其实双差已经很大 我们说完这个 我的结果是什么 香港很快要加息率 夹着你加你不加你 也很麻烦 不可能让你再拉25个几点 如果加息对后面的楼市 或其他没有什么影响 谁知道 其实楼市业与息率的关系性在这段时间是很低的 反而可能跟 人行方面 或者看内地经济 就会更加 分野上会更大 这段时间 有传 中央会开一个QDII2 这个也会引导资金在海外投资 进一步令人民币贬 这个是暗瓦底 其实很大机会可能出口述 口述就是这段时间 如果你看回上一集 贸易战之下 美国和人民币一定是 斗跌货币 斗跌货币之下 去做一个settlement 有什么受惠 现在就在说 现在就和你说一下金价和外汇 因为美金和人民币都想自己贬值 去争取贸易 所谓贸易战 令大家不知道第一大和第四大 全球settlement的货币 加上上海今年 人民币想取得定价权 令这件事有点乱 今天来说 即是这个星期 QDII2 就是个人如果你是一个PI 简单来说 中国如果你是一个PI 你做了一定的申报之后 你的钱可以去海外 直接换回去海外 买楼 买基金 买股票 That's great 从来没听过那么开明的政策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人在海外购物 甚或是一个 做投资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需求 但这个只不过是individual 但是你说10亿人里面有8000万人是有钱的 8000万人每人会 你说有钱不是会一元 是会一百万 那里是80亿 80亿 应该是 80亿 800亿 应该是 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夸张 令到 人民币 如果这样出发 这是一个口述 令人民币有机会再贬 来与美国砌 美国所面对的不少要跟伊朗谈下核问题 要跟加拿大谈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最近都有很多东西在忙 所以现在在转移时势之后 再加上敘利亚的情况 你见贸易战好像所谓冷一点 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做 这是另一个原因 我觉得今年 外币的beta 外汇的beta会很大 特别是美金 欧罗和人民币的beta beta很大 波幅率很大 会令到恐慌指数会上升 不是说S&P的恐慌指数 其实有很多 几类的VIX 但是beta会令人觉得 外汇很难搞 外汇很难搞 怎么办呢 钱会走到哪里 有两类 我觉得会转到日元 日元也要看安判会下台 但最近 日本的 日本哈田东燕的讲话 告诉我们日本正在做 缩两个宽缩 所以日元会再转强 所以黄金会升是很正常 因为 当大家不知道买美元好 还是买人民币好 它会走到哪里 我对货币没有信心 你会玩什么 你可能来楼想到的 我买 虚拟货币 我买比特币 但比特币有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的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在美国 会造就资本增值税 25% 资本增值税 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本身炒的时候 我没有想着 又要付税 现在我打算 我打算 顺便炒 炒币 现在不是 如果我打算 越存得多些 虚拟货币 我将来要付的税收 越多 你会怎样做 你可能会先 立即 我会平仓 如果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玩虚拟货币 Nexcel 好像 某行 没有某行 都不重要 交行 CK 他都很喜欢玩 因为他觉得 一定有些东西会代替 货币作为一个 环球的中央结算 只有龙头 现在的虚拟货币 已经突破了100种 有些人就纯粹投机 炒两东西 所以他都会用钱 另一些 现在在欧洲 是有比特币的按揭 如果你持有比特币 你是可以用一个抵押形式 借到钱 再三 就是 玩这些东西的人 其实根本就不信 这些货币系统 因为他觉得美国又不好 中国都不是好 欧洲更加不要想 所以我就转这个比特币 我觉得 未来世界 大家都不会用货币 用一种虚拟货币 去做全球的流通 代替了美元 这些人就是 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 有一群人 突然叫 我们要求 恢复根本位制 我们要以黄金定价 反对美元 反对很多东西 这群人根本是同一群人 但当时未有 Blockchain的概念 所以未玩到现在 当然 很后期 其实当时已经有这些技术 同一群人根本不信 如果Blockchain 是不买这东西的 他会买什么 突然说了 回到后又买黄 他们的 祖宗是同一群人 我根本不信 有两大原因 一个外汇因素 一个 Blockchain 虚拟货币的因素 一个洩退 令到钱重新流入金价 现在我等于金价 因为金价在 1308美元 Firm 好看 今星期 今晚 看看会否升穿 1360美元 如果其他30美元 我今年看金价 有机会到1500美元 因为这个东西是持续发酵 我告诉你这件事 比俄女的专业更烦 稍后我们再说俄女 这个货币之间的战争 贸易之间的战争 现在 中兴已经说 你不要过来买我的东西 我不受你玩的 有一些 我们在中东欧的 一些 他们只说 最近也很烦 英国的客战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今年不如不要搞那么多 我们不要用美元来做结算 我们直接不如兑人民币就算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 不如我已经锁定人民币 或者大家计算个简单的方法 我用人民币给你结束 或者直接英镑结束 因为 很多做厂本身都有美元 所以这件事就会有影响 再三就是 罪利亚利谷那么快打完吗 还没玩完 这件事 所以 地缘政治的因素 油价 令到通胀的上升 你再走远一点 如果他再坏一点 会怎样呢 再坏一点 美国今年三次息 都加不了 三次息加不了 代表什么 特朗普买联储屋投降 他都看不明白公仔 他怕贸易战 令他惹事 投降 大家会有个想法 其实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金价有借口 又再拆上去 我先申报一下 我演讲者 我是一个证监会持牌人 我现在下边说的股票 我是有持有的 我有持有的 我是少数人 我有港有炒的人 我刚刚 这个星期买了俄女 和中国女业 26马铃 还说是486 有些数字我记不住 这两个东西来说 我都捱了价位 我现在是赚钱的 赚少少 赚好少 我上星期说过 我玩什么 就是 持有菇女期货的选择 选择 不要走去菇女期货 输到你 马铃认得 召喚钱召到你爆灯 选择的好处就是 期权的好处就是 你输了就当期权的好处就是 小小米 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说 买不到俄女 用经纪行 I try 好几间经纪行 包括伟大的浩天金融 都可能是买得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和你的经纪试一试 另外我也是经过经纪行买的 第二就是 中国链 中国链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少 为什么我买中国链 因为其实铝 那时候我的思想 我的想法 是在想 除了铝在俄罗斯 会有很多出口 还有两种什么 一个是巴金 Palladium 但没有这方面的公司 我真的想买 也很方便 第二就是那个 Nickel 这个也是俄罗斯的 Nickel就是 炒到没什么好炒 好了 那个链上到两千六元 一噸 一噸 抱歉 两千六元 美金一噸 然后玩了Nickel 所以中链也有 下一步我会怎样做 可能你是很八卦 很想知道 是否 我其实应该在这里 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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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大家分享一下 高盛的優先股10%一年 这么大公司就可以了 下一步是再生能 我现在搜索究竟哪一间公司 卖了很多现货铝和氧化铝 例如我未知 搜索利寄香港的 我估计你们不会卖国际金融股 当然有很多很专业的 我知道你们比我专业 所以不要少 但说很简单 这间的利寄和中国中黄 两个在外国卖了不少这些 在国内和国外卖了铝 这些已经赚了钱 所以大家调调一些环保型企业 记住不要直接沽铝器货 下一步也可以沽中铝 中铝只是社交 中铝可以找一些刑备 看看是否可以投资 然后继续邀请鵝铝 下星期如果有时间 如果刺激 我们继续探讨鵝铝的问题 今天就这么多 记住分享到我们的短片 在Facebook 多谢支持Sky Finance Channel 拜拜